这是一条被诅咒的视频 只要看过她的人就会在七天内嗝屁 双胞胎姐妹找到丽莎 说他们在一周前看了一条很酷的视频 但看过的人都会在七天内死亡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 姐妹二人双双领了盒饭 丽莎被吓得不轻 她连忙找到巴特 问她亲不清楚致命视频的事情 巴特表示 整个学校除了你外 其他的人都看了 四眼仔不信邪还看了八遍 结果下一秒 为了搞清视频里究竟有什么 兄妹俩决定让爷爷帮忙看看 简直笑出强大 再得知 看完七天就会死亡后 爷爷表示毫无畏惧 因为医生说他只能活三天 巴特点开视频交给爷爷 随后二人便躲到一旁 只见视频里 一个女员跳进了井里 刚看完 爷爷便接到了一个电话 里面就说了两个字 七天 第二天 他们找到校长寻求帮助 可谁知 校长根本没空搭理他们 就在这时 一个红毛出现 说他知道致命视频的故事 在1932年的情人节 一个叫玛丽的女孩 收到了一个礼物 然而里面却放着一泡大便 自尊心要强的玛丽 受不了这个恶作剧 直接一头扎进了井里 七天后 人们才发现了她 为了防止再有人跳井 学校就把那口井给填上了 红毛认为 最近的视频里出现的 就是玛丽的冤魂 为了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丽莎决定打开视频 跟玛丽硬钢 挂断电话后 电视里钻出了一只阿飘 她上来直接掐住丽莎的脖子 最后在这时 丽莎送给了她一个情人节礼物 阿飘大为感动 从此二人便成为了好朋友 为了庆祝两人的友谊 丽莎决定给阿飘来一举萨克斯 阿飞来一举